国际狮子会秉持着有需求的地方就有狮友的服务理念 长期致力于辅助弱势的学童 尤其针对偏乡教育资源的挹注 更是时常可以见到国际狮子会的身影 为了要协助位于万里山区的砍角国校、办学以及增填设备 在国际狮子会300B万区总监的带领之下 狮友们到校社会服务 而学生们为了欢迎狮友到来 也特别带来精彩的演出 因为我们国际市职位有五大社区 然后在学校偏乡方面 我们今天来做的社区 就是我们砍角国小 这边需要我们一些物资来帮忙他们 然后我们第八分级主席 李立红级十四分级主席 陈正雄他们提议说 我们偏乡有砍角国小 这边要需要我们来赞助他 这个学校需要我们来赞助 那我们就用热心的血 来协助他们把偏乡的小孩照顾好 真的一个学校如果说以善心来讲的话 这个是无止境的 那以我们的心永远都是 尽量尽量在偏乡的小孩需要照顾 需要陪同 也需要我们付出 我只有做偏乡的 我想要做偏乡的 是因为真的 那校长他们还有学校老师 他们的付出 真的是永远都让我敬佩 从精神满分的太鼓表演开始到典雅的英语歌唱表演 最后学生们换装演出跳起趣味又快节奏的舞蹈 展现平日里才艺学习的成果 而校长也感谢各个师友为砍角国小的资源挹注 让教育的建设以及各项软硬体设备的补充能更加的完善 建议提升教学品质 为了消除城乡差距 今天特地到我们砍角来送爱 希望代表我们的小朋友 对三位还有来访的贵宾们 致上无限的感谢 那我们一定会把这份爱心好好的运用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感受到 我们是只会对小朋友的关心跟关怀 那我们砍角国小它是属于比较边缘的学校 所以在教学的资源 不管是硬体跟软体它是比较缺乏 那么很感谢我们的师子会带来爱心 给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资源 不管是比如说我们的社团的讲师的终点会 然后或是其他的需要的一些物资 什么都有赠送 那很感谢师子会 宋爱万里 然后爱在砍角 这场热闹的国际师子会社会服务与捐赠仪式 特别邀请到区长前来出席见证 而区长也感谢师友们看见偏向教育的需求 协助泰换更新校园设备 赠送学生预含用的围巾 以及奖助学金等等 让砍角国小的孩子们拥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让学习更有效率 记得奥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